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赐福于我们的儿孙 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做孝子 使我们子子孙孙领受福音 做上帝的见证人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在这世上能够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帮助身边的人 分享给身边的人 做真实的爱国者 奉耶稣的名 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在座的各位 我们跟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吧 祝您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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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幸福呢 唯独是上帝能给我们的 成了一人 才能领受这幸福啊 所以我们内心首先幸福了 我才能心愿得以实现啊 而我内心不幸福 所以心愿呢 就得不到实现了 那么幸福是什么呢 是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马太腓六章三十三节 我们内心要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我的内心才是幸福的 那么幸福的人 是靠信心而活着的呀 我们找一下格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 我们要时常 省察自己 我是不是活在信心里呢 在座的各位 相信有些人呢 大部分人 我们经常 时刻也会省察自己 哎 我到底是不是幸福的 我到底是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呢 哎呦 牧师啊 您经常告诉我们 悔改了 就能有胆量 心愿得以实现了 哎呦 但是我怎么还不行呢 在座的各位 我们不要着急呀 我们在主面前是罪人 我们的罪恶多么的深 我们的祖宗犯罪了 这一切的罪恶都展现在我的眼前 而我们有多少才是真切的认罪悔改了呢 我嫖母师在这里给大家讲的都是圣经的话语啊 面对圣经的话语 大家还不呼喊阿门吗 我们大声地呼喊阿门是荣耀上帝 是赞美上帝 是尊重上帝呀 创世纪六章 人类的罪恶积攒到一定程度了 罪恶太多的时候 上帝才降下了那洪水呀 这就是挪亚洪水的时代呀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内心有贪婪私欲 我们内心贪婪私欲 滋生的是罪恶 导致我们妒忌 恨别人 就是一系列的罪恶了 在座的各位 一个人幸福的时候呢 一个人幸福的时候 等待的时间再长也不觉得是枯燥的 祷告 就比如说我们祷告的时候 靠自己祷告的时候 就觉得 哎哟 这祷告的时间怎么这么的长啊 好枯燥啊 但是在主的圣灵里面祷告 靠着上帝的话语祷告的时候呢 就很神奇 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一转眼就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就比如说我们坐火车 坐公交车 出远门的时候 如果我跟身边 我跟我亲爱的人坐在一起 我就会觉得 哎呀 这路程怎么这么快呀 但是我身边 并不是我喜欢的人坐在我身边的话 甚至是我不喜欢的人坐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好枯燥啊 幸福的人 等待的时间再长 也不觉得是枯燥的 等待的时间也是幸福的 是甘心的 是喜乐的 在族的各位 我们要领会这上帝的爱啊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宽容啊 那么领受幸福的人 得到耶稣基督的人 是恒久等待 恒切地祷告 恒久地等待 等待主耶稣基督啊 主耶稣基督 跟我们立下了约定 要因为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求父 降给我们圣灵 而且耶稣基督还会再来 我们等候的就是 这位已经复活的耶稣基督要再来 而且这正是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为我的罪恶流出来了 而且第三天复活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在这世上我们是短暂的 在这世上的一切 我们是支配管理的 而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们是要遵守的 是限出生命遵守的 上帝让我们恒久忍耐等候 而得照耶稣基督的人 等待和恒久忍耐 那是很自然的 那是很喜乐的 是甘心的 是平安的 大家知道 有勇敢的心 有胆量的人 是最为幸福的 我们幸福的人 就有胆量的心 是勇敢的心啊 幸福的人 不会觉得这等待是枯燥的 幸福的人 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 都是喜乐甘心 是靠心心而活呀 哥林顿候书13章5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你们总要自己省茶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阿们 在座的各位 我们大家内心 我内心如果不平安 不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的话 那我就不是幸福的 我内心总是在恨别人 甚至有小小的贪婪和私欲 妒忌别人 甚至总是在耍着诡计 耍着自己的内心的 那些诡计多端的心眼的话 说明我现在还是在活在 罪恶和灾难和咒诅里 和主耶稣基督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且我这个罪行 罪恶会落到子孙三四代身上啊 在座的各位 并不是说成了牧师 就能脱离罪恶了 并不是说成了牧师 就是有信心的 在上帝面前 我们人都是一样的 是平等的 66卷圣经的话 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我们要时时刻刻省察 我内心是不是靠着信心而活 省察我内心有没有信心啊 我们时刻要铭记耶稣基督 是在我们心里的 是为我的罪恶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 我们内心有永生的耶稣基督啊 哥林顿后书十三章五节 我们再读一下一二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具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阿们 再读到各位 我们要时刻省察 我内心有没有信心呢 换句话说 就让我们省察 我的生命是完全得到了变化的 我的命运是完全得到了变化的 在这世上改变不了命运 在这世上改变不了生命的 世上的宗教 世上的所谓的什么面向啊 什么春春八字啊 改变不了命运 也改变不了一个人的生命的 而耶稣基督 是完全能改变我们 完全能使我们得到变化的 就是耶稣基督啊 这就是信心啊 在座的各位 什么是信心呢 有耶稣基督住在我的内心 这就是信心啊 上帝的话语 圣经的话语都是来自上帝的话语啊 上帝的话语是通过 耶稣基督显现出来的 上帝的恩典 上帝是有形有体的 居住在了耶稣基督身上 一直通过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上帝是谁 上帝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 我们就能认识上帝呀 上帝爱我们 以至于 以肉身显现出来 为我们的罪恶 替我们背起了罪恶 替我们 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 而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呢 并不把这圣经的话语 读成上帝的话语 当成是人的学说和理论 那就是没有信心 不认识主的时候 不明白主的声音呀 在座的各位 圣经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 全是靠圣灵的感动 无论是通过谁的手 写下的这句圣经的话语 都是上帝的灵 感动他写下的 就是上帝写下的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听圣经的话语 就是来聆听主的声音 是上帝的话语呀 而很多人读圣经 总是按照理论学说来读 那就是不明白圣经的时候 很多说 哎呦 这是不是路加个人的言语呀 不是路加个人的言语 是上帝赐给路加圣灵 通过路加的手 写下了上帝的话语呀 我们时刻要省察 我内心 有没有耶稣基督呢 如果我们不是可气觉得 就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呀 因为有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恶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 我们找一下提摩太前书 二章五节 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 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是与上帝同等的 是没有罪恶的 是永活的 是无加无次的 而为了我的罪恶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代替了我的难处 代替了我的死亡 代替了我的灾难和咒诅 为的是能让我活 为的是要拯救我 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是没有罪恶的 无侠无次的 所以第三天能复活呀 正是上帝的大能大力 运行在基督里 是基督第三天复活了 是战胜了邪恶的恶魔恶鬼 是战胜了死亡的权柄啊 在座的各位 而大家为什么始终不领会 不明白呢 部族的普通我平洋牧师 在这里讲道 在这里传讲上帝的话语 是要靠上帝的能力 是靠上帝的引导讲 大家听不懂 听不明白的时候呢 大家有时候 经常不领会 不明白 就没有呼喊阿门呢 信息 唯独靠圣灵 使我们领悟圣经的话语 靠圣灵使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 提摩带前书二章五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因为只有一位上帝 在上帝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宝 乃是将士为人的基督耶稣 阿门 上帝是一位呀 而且上帝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宝 就是耶稣基督 没有其他的 唯独通过耶稣基督 使我们走向上帝呀 唯独通过耶稣基督 使我们走向天国的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人都是罪人 这世界都是活在罪恶中 而能让我们这些罪人 和上帝建立起关系的 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啊 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这顺序我们千万不能颠倒了 大家和我 我们唯独靠着基督的宝血 正是复活的基督的宝血 使我们的罪恶得以赦免呀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就是上帝的羔羊 是无侠无刺的 是没有罪恶的 是与永生的上帝同等的 而为了我的罪恶 为了我的这些不好的处境 为了我的灾难和咒识 为了我的疾病 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亲自担当了这一切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 正是因为基督复活 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 这是永活的生命的宝血呀 在座的各位 那么我内心 有没有耶稣基督住进来了呢 我内心有了耶稣基督住进来了 这才是信心呀 那么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在耶稣基督里 我的生命是完全得到了变化 我的身份是完全得到了变化了 曾经有疾病的 能得以医治了 曾经贫穷的 在耶稣基督里 我是富有的 一切的不幸 争吵纷争 在主耶稣基督里 我不再纷争争吵了 是宽容的 是有爱心的 是恒久忍让 是忍让的 这就是信心呀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11章23节 我们曾经都是属于罪恶 是罪恶的奴婦 罪恶的儿女 被魔鬼支配着 而因信靠耶稣基督 因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得了重生新的生命 就不再被罪恶 支配着 不再被罪恶挟住 是靠圣灵和生命的法 得以释放 获得自由了 那么获得自由的人 就随意放纵 随意犯罪吗 绝不是啊 因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释放了我 赦免了我一切的罪恶 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功劳 能战胜一切的邪恶 不至于犯罪 能战胜一切的罪恶呀 不会被罪恶所诱惑 不会被罪恶所跌倒啊 以福所书三章十七节 彼得签书一章二十一节呀 大家知道色的柿子 谁都不爱吃的 色的柿子吃了多难吃啊 宁可扔了都不愿意吃进嘴里 而这个色的柿子 如果能变成一个甜的柿子的话 谁都喜欢 这就是因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的生命完全得到了变化 从一个色的柿子 完全改变一个品种 变成一个甜的柿子 这就是信心啊 是信心的威力啊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 仍要被接上 因为上帝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 阿们 上帝是居住在 大家知道上帝是永活的 约伯剧四十二章二节 上帝无处不在 上帝无处不在的 而且上帝是有形有体地 居住在基督里 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做事的时候 一直是有天父上帝和他在一起的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有罪恶的时候 面对上帝 我们都要死 因为我们有罪恶 而因信靠耶稣基督 有了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涂抹在我身上的时候呢 因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能面对上帝 而且能活 而我们带着罪恶 是只有死路一条 而且不可能遇见上帝 罪人面对上帝 只有死路啊 而上帝为了让我们脱离罪恶 为了拯救我们 派遣了自己的爱子 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世上啊 撒摩基上二章六节 上帝主宰着我的生老病死啊 在这世上发生的所有的一些 都是在上帝的主权下 都在上帝的权柄下呀 那么在这世上 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威力 能使一个色的柿子 改变成一个新的品种 成了甜的柿子 再次的各位 我们都是出生在罪恶里 是罪性的人类 我们都是罪人 而且是都是魔鬼的奴仆 都被魔鬼支配住 是盲人 不认识自己的罪恶 而因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完全成了新的品种 是完全改变了生命 完全改变了生活呀 再次的各位 以夫所说二章八节 这信息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啊 我内心没有耶稣基督的话 我就始终是活在罪恶里 在罪恶里无法自拔呀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 上帝是居住在基督里边呀 那么我们也要因信靠耶稣基督 属于上帝的 很多人说 我怎么什么都做不好 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我曾经是这样的人 而因信靠耶稣基督呢 我就成了崭新的新人了 就和罪恶断开了 不再活在自己的罪性里 不再活在自己不好的习惯 不再活在自己那些 总是想犯罪的那种 不好的习惯和习惯里呀 能帮助我脱离罪恶 能帮助我断开一切的罪性的 唯独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宝血呀 上帝能让我们重新接上 能让我们这样的一些野枝子 嫁接给一个真实的 有生命的耶稣基督里边 使我们属于耶稣基督 成了耶稣基督的侄子呀 在座的各位 这是多么好的盼望 这是多么庞大的能力呀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呀 基督派遣了基督 为我们做了这一切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切的认罪悔改 做四季断悔改呀 那么通过圣经的话语 通过主的声音呢 我们能逐渐地认识到 什么是罪恶了 那这些罪恶 我们是要离弃的 不再犯罪 那么靠着耶稣基督的 保险的功效 靠着耶稣基督保险的功劳 我们才能离弃罪恶 断开罪恶呀 所以我们每天 依靠着这允许 紧紧地抓靠 耶稣基督保险的允许 切切地横切地祷告 认罪悔改祷告 常诚地祷告 而很多人不爱祷告 觉得干嘛要祷告吗 非要祷告 一定要祷告 除了祷告 没有其他的 而且是认罪悔改的祷告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的祷告 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九节呀 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希望 生命能有好转 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顺顺利利吧 那么大家要时刻警察 我内心有没有耶稣基督 住进我的心里呢 我们要时刻警察 我内心有没有耶稣基督 住进我的心里呀 时时刻刻提醒 我是耶稣基督的人 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我曾经是个罪人 是个野只子 是不好的 是活在罪恶里 死在罪恶里的 而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重新 上帝把我重新嫁接 给耶稣基督里边了 使我成了崭新的新的生命了 格勒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格勒西书二章二到三节呀 我们时刻要省察 耶稣基督是住进我内心的 时刻要提醒自己 耶稣基督是住进我内心的 这就是信心呀 唯独耶稣基督是信心 不是靠我的能力能信的 也不是靠我的努力能信 是靠耶稣基督能信的 我们时时刻刻需要 提醒自己 耶稣基督住进我的内心 有耶稣基督我才能信 我们默想耶稣基督 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在座的各位 只要我得到了耶稣基督 有了新的生命了 我们就能把这好的祝福 这福音留给子子孙孙呢 设想一下 如果我们都是色的柿子 那给不了身边的人 带来任何的益处 反而遭嫌弃 而我是个甜的柿子的话呢 身边的人谁都需要我 谁都喜欢我 整个社会的氛围就好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认识的使徒保罗呢 奉主的名 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么部族的普通 我培养牧师也奉主的名 做了一些主的差事 那世上的宗教的 那些宗教的教主呢 都做了什么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时时刻刻 请查一下自己 因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能做的事情 很多很多 而我都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要时刻提醒 有耶稣基督 住进我的内心 这才是信心呀 而我的内心 为什么没有耶稣基督呢 我为什么总是不信呢 信心是什么呀 信心是幸福的 信心是平安的 是喜乐的 我们内心平安喜乐的时候 是上帝保守的 是上帝 是上帝给的 内心不平安的时候 内心担心忧愁的时候 那就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呀 罗马书15章13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因信 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阿们 再次的各位 这圣经的话语呢 是非常的有恩典 是庞大的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喜乐的心 是平安的心 我们大家愿意领受平安的 我们呼唤阿们 我们大家可慕领受喜乐的 我们呼唤阿们 信心是使我们喜乐平安的 我们时刻 我们时刻警察我内心 有没有信心呀 我们时刻要提醒 我内心是有耶稣基督住进来了 有耶稣基督 是帮助我战胜一切的罪恶 不至于犯罪的 而我一不小心又犯罪了 说明我又忽略了我内心的耶稣基督 我又导致自己犯罪了呀 所以我们要真切的认罪悔改呀 我们时刻要警察 我有没有信心呢 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是恒久的祷告 是恒切的祷告 切切的祷告啊 我们时刻警察 提醒自己 因有耶稣基督 我是得到了新的生命的人 上帝给的我是喜乐和平安的心 并不是惧怕的心 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都要喜乐平安 比如说一个人做生意 生意做得不景气 分明是因为这个人不喜乐 脸上没有笑容 一个餐厅没有客人不景气 都是因为这个店主 不平安不喜乐 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看 哎呦这家餐厅生意怎么这么好 我们就会发现 这家餐厅的店主呢 哎呦 一直在有笑容 一直有喜乐 再次的各位 我们在平时在家里也一样 我家的丈夫 或者我家的妻子 整天板着脸不开心的话 我们都不想回家了 都不想接近这个人 整天板着脸不乐意的人 我们都不喜欢 孩子也一样啊 哎呦 父母整天在吵闹 或者板着脸 我们都不愿意回家了 在座的各位 我们内心为什么忽略了信心呢 有耶稣基督住进我的内心 这就是最大的信心 是最大的盼望 上帝赐给我的信心 是喜乐无穷的 而我们为什么不信耶稣呢 我们时刻警察自己 有没有信心 时刻提醒自己 我内心是有耶稣基督住进来了 我要信靠耶稣基督 要活新的生命啊 有耶稣基督住进我的内心 是喜乐的 是平安的 是没有惧怕的 是有胆量的 是谦虚的 是能认罪悔改 是否认自己的 是跟着耶稣基督走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 能平安能好 而这一切都是靠耶稣基督啊 我们今天 就要时刻警察自己 有没有耶稣基督住进我的内心呢 那么我们时刻要警察 有耶稣基督住进我的内心 而我们太容易就离开信心了 我们离开信心 就什么表现呢 就听魔鬼的话 提摩达前书四章一到二节 我们爱听人的想法 我们爱听自己的想法 按照自己的胡思乱想来 扰乱自己的内心 这就是离开信心的表现 听魔鬼的话 在座的各位 上帝赐给我的信心 是喜乐平安的 是改变我的生命 改变我的命运 能让我的国家兴盛 能赐福于我们的子子孙孙啊 耶稣从来没有发脾气啊 而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 就发脾气 我们被魔鬼支配的时候 我们就发脾气 我们时刻要警察 我内心有耶稣基督啊 耶稣基督是不发脾气 不恼火的 我们跟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要常常喜乐呀 我们要常常喜乐呀 我们要常常喜乐呀 大家知道 无论是什么的想法 一旦有想法 专进我的心思里来了 就不喜乐的 因为想法都不是信心的 唯独上帝赐给我的心 是平安的 上帝主宰我的心怀意念呀 信心就是要喜乐无穷 信心就是平安喜乐的 我内心喜乐吗 我内心平安吗 再次的各位 我们大声地呼喊阿门呀 我们要时刻醒茶 我内心有没有喜乐 我内心有没有平安呀 我们时刻醒茶 提醒自己 我在主耶稣基督里 是改变了生命 是改变了身份 是脱离了罪恶的 是能战胜一切的邪恶的 因为信靠耶稣基督 有这份信心 能让我做爱国者 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求主帮助我 时刻能够醒茶 我内心有没有耶稣基督 我内心有没有信心啊 这正是上帝赐给我的恩赐 主啊 如果我内心 是有耶稣基督住进来了 我内心是平安的 是喜乐的 而我内心却不喜乐 却不平安 主啊 我一直以来 分不清我内心 是什么样子的 求主帮助我 求主怜悯我 使我时刻醒茶 我内心 是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我是最好的 我能确信 我能战胜这一切 因为有耶稣基督住进我的内心 因为上帝赐给了我 上帝的爱子 耶稣基督 唯独靠耶稣基督 使我的生命得以改变 使我获得生命 使我改变命运 使我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能做真实的爱国者 主啊 求主帮助我 求主引导我 使我只跟随耶稣基督 得照主耶稣基督 此刻 愿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上帝那极致的爱 与圣灵的交通 从今天开始 我们内心渴慕 从一个色的柿子 完全转变成 改变新的品种 成了甜的柿子 时刻醒茶内心 有没有信心 时刻提醒内心 我的内心是有耶稣基督居住的 我要靠主耶稣基督 平安喜乐的生活 在每一个下定 这决心的心灵上 在每一个可目处的话语的 这心灵和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之上 奉住的民主愿 将从此刻开始 永远一同同行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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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